这是什么呀 小金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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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怎么卖呀 十块三两 十块三两 这是什么 海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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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怎么卖呀 三块一两 三块一两 大家好我是向敏 今天我们吃小金瓜和海菜 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把这个海菜绕起来的 解都解不开 海菜的最下面也都挺嫩的 不用摘 因为是水生植物 这个花苞里面沾了些泥 要切开好好洗 解开之后的海菜好长呀 老板推荐我用蒜蓉炒海菜 说很好吃 海菜炒变色之后 加盐拌匀就可以 我还另外煮了一点海菜汤 小金瓜也叫小雀瓜 辣椒瓜 它和南瓜 冬瓜 同属葫芦科 好浓的黄瓜香 有黄瓜香 还有生花生的味道 还有一股草的味道 青草香 老板说要把里面的羊都抠掉 只吃外面的这层皮 它里面的紫橙树之后是黑色的 形状也很奇怪 小金瓜可以轻炒 也可以炒肉炒蛋 小金瓜有很浓的黄瓜味 有点甜 有点鲜 口感略脆 但是外皮稍微有点硬 还有一点嚼劲 深色的这个是嫩的 浅色那个是老的 会有一点硬外皮 没想到海菜竟然是糯的 有点鲜味 脆脆糯糯的 可能是我没做好吧 海菜汤有点土腥味 我觉得蒜蓉炒海菜更好吃 如果有机会 你也尝尝这些特色菜吧 每天都要好好吃饭呀 谢谢大家观看